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下快門 馬上呢 這片刻的美麗啊 就變成永恆了 這個漂亮… 這偷拍 什麼偷拍 這個接拍好不好 你們要知道 大太陽底下呢 到處都是新鮮式 經常呢 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安排 也沒有機會安排的 這種呢 我們把它拍起來 這種叫接拍 OK… 想要接拍或是隨手拍 但是又不想打草精神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盲拍 什麼叫做盲拍呢 就是完全不看取景 單就有經驗還有手感 對著想要拍的東西或是人 咔嚓咔嚓按下快門 這張好… 你用的是運氣模式嗎 什麼運氣模式 住嘴 至於它講的模式呢 我來為各位解釋一下 來… 看看相機上面的模式轉環 我們可以看到 PSAM 這是四種基本的拍照模式 嗯… 接拍的時候 沒有辦法顧及到光圈或是快門 那怎麼辦咧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選用P模式 P表示Program 也就是程式曝光 由相機決定一切 我們呢 只要當個傻瓜就可以咯 相機拿起來啊 它就會根據鏡頭 所傳回來的資訊 自己分析 自己設定光圈快門 是不是很完美呢 一般的消費機種啊 通常都只有P模式 而沒有我以前要介紹的 A、S或是M模式 但是當然還是要介紹一下啦 對不對 因為這就像喝咖啡啊 要喝黑咖啡才會酷嘛 像我本人拍照呢 都是選用M模式 也就是所謂的專業模式 M代表Menu 手動模式 也就是可以讓我們自己 決定光圈及快門 這樣啊 才可以配合專業閃光燈 所以呢 如果進了攝影棚來拍 一定會使用這種模式喔 接下來呢 要介紹A模式 這個A模式的A呢就是 Apture 光圈 知道啦 不用你多嘴好不好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光圈優先 也有人講光圈先決 所謂的光圈先決模式呢 就是用我們拍照者呢 先決定好光圈的大小 相機啊 再去自動搭配快門速度的一種 拍照模式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因為啊 它可以控制近光量的大小 也就表示可以控制景深 那就比較不會產生模糊的影像啦 既然有光圈先決 就一定會有快門先決啦 所以那個快門先決的S啊 代表的就是 Shutter 快門 哼 想不到這個路人 挺聰明的嘛 沒錯沒錯 S呢就代表是快門 所以反過來說 由我們拍照者呢 先決定好快門的速度 相機啊再自動去搭配 光圈的大小的拍照模式 為什麼我們要自己決定快門呢 通常是因為我們在拍攝移動的東西 先決定好快門 就可以由我們來決定 要比較凝結的效果 還是比較動感的效果 欸 怎麼了 想要請教我什麼事的 來 儘管問儘管問 你真的最常用專業模式嗎 那是當然啦 我們身為一個專業的攝影師啊 對這個照片的掌握度 要非常非常精準才可以啊 等一下… 你的什麼態度啊 眼睛怎麼閉起來啦 進入省電模式了 別吵